各位同學, 今天我們會講 Current, 一個很基本的公式 Current 的定義就是每一秒鐘有多少個 charge 去經過 例如這裏有一條電線 這裏就會是2A 2A是什麼意思呢? 這裏的定義就是2Current 每一秒鐘有2Current 就會經過這個交叉的位置 有些同學很難去記 Current 是什麼意思呢? 我們就當一個QR為之一輛大貨車 這輛大貨車是會運載這個能量的 對於一個Circuit來講 電子就是運輸全能量的一個媒介 所以我們就會說每一秒鐘有2輛貨車經過這個交叉位 所以我們的Current 的定義 I就等於Q over T Q就是講的Current 那時間就會是 T就是Time 我們也都在很多的 會考問題裏面 就會反過來這樣看 就是這個Charge 就會等於Current 乘時間 亦都因為這個Charge 可以說是Total Charge 所以我們都可以叫做Capacity 所以如果你一看到它考試 在問你的Capacity 就在問你的Charge 通常都是用Current 乘時間 好,那我們立即實戰 04年28條 好了,這條就說 Standard Charge 就是16個Hours 如果是Charge 就是190個M 那就問你 如果用這個Charge 去Charge 那問你有多少個Total amount of charge 這個字眼就是在問 Capacity 那有多少的電 是會進入一個電池裡面 好,那就用回 Q等於I乘T 190個MA Mini 記得要變成10個-3次方 再乘回時間 時間就是16個小時 一個小時等於3600秒 這個也是很多同學 一些同學是炸彈來的 很多同學就是乘了60就算了 其實要乘回3600 等於10944C C 06年C23條 這個Current 就是0.8A 我習慣一個好的手勢 在上面寫回0.8A 就用了1分鐘的時間 有幾多的Electrons 是流到過來 我們用回上一節 Pasipa 說的Q等於I乘T I就是0.8 T就是1乘60 答案就會是48個Current 除以1.6乘10-19次方 我們就插回公式表 每一粒的Electron 就是1.6乘10-19次方 我們就知道 每一粒 再乘回1粒的電子 電子電子電子 就等於48C N 那麼多粒就是48 再除以1.6乘10-19次方 所以答案就是D 2018年DSE26條 題目就問 現在它的Capacity 就有200mAh 那麼在我們頭兩條 Pasipa 知道 Capacity 其實就是說 是Total Charge 那麼現在呢 就說用了3個小時 用了200mAh 那問你剩下多少的Percentage 好了 那先抹下它 那麼現在呢 用了多少呢 那又是 用了的 又是200mAh 這個是Current來的嘛 那麼我們上條方形式 Q等於I乘T 乘3個小時 那就等於600mAh 好了 那所以呢 剩下就會是 就是2800mAh 選600 那就是2200mAh 好了 那Percentage Change 就會是 你2200 除你2800mAh 乘100% 那答案就是 78.6% 答案就是C 好同學 知不知道 emf 或者potential difference 在電學來說 它是佔一個 非常之重要的角色 好 emf 就是當一個電流 流經電池 如果電池是3V的話 就是每一個Qurum的電子 它呢 就能夠拿到3J的能量 那如果你對一個Qurum的電子 真是很抗拒的話 那我們在上一節 教Current definition 就說過 你當就是一個貨車 經過那時候呢 你就可以拿到3J的貨物 一塊貨物可能是1J 每一個貨車 就有3塊的貨物 OK 好 那什麼叫potential difference 呢 就是當 電流 可能經過一個燈泡的時候 咦 它這個燈泡呢 就是有2V 2V的意思就是 每一個Qurum的電子 它就會將它的2J的電能 就會變成為其他的能量 例如光能 我們稱為用了它 那如果用貨車做例子的話 就是一輛貨車 剛才你裝了3J的能量 那你經過這個燈泡的時候 這輛貨車就用了2J 那所以剩下就剩下1J 那就是potential difference 簡稱PD2V的意思 好啦 那我們立即做92年29條 它就問你 如果XY兩點 它們是10V 10V是什麼意思啊 那就是一個Qurum的 charge 就會用了10J的電力量 答案就是C 08年C23條 題目就有一個Fully charge 它的Current就是225mA 用了10個小時 它的Voltage就是1.2V 那就問你那個Total energy是多少 我們可以從Defination去選擇這條題目 第一個Defination就是 首先畫一顆電池 那顆電池就是這裡 它就是1.2V 同學知道 不論你的電池出來了 經過什麼地方都好 回到家裡 都要用完這1.2V 好了 那現在我們有多少個Charge 經過呢 那Charge 就是我們去回 我們在這個Funtopic MC 的第一個Skill來講 就是Q等於I乘T 那就是225mA 十幾乎3次科 再乘10個小時 10個小時 就乘3600秒 那我答案呢 就是8100個Current 就會從電子 走經這裡 回到家裡 那如果你難以想像 就當有8100個貨車 經過 那 而每一輛貨車 都要在這個過程裡面 是使用了 它安裝的 每一輛貨車 1.2J的能量 那所以呢 這個能量呢 其實就是Q 乘8100個Current 所以就是8100個Current 那V就是每一輛貨車 就要用1.2J的能量 所以乘1.2 那所以答案是 9700個Current 20J 那答案呢 就會是D 好了 那你可以用另一個方法做的 就是 你後期會學到 P等於 Vi 那你就 等於 225乘10 的負3次方 的Current 乘1.2V 那然後呢 能量呢 就等於 P乘1.2J 那做到的答案呢 都會是 9720J P乘1.2V 2007年20M 提供 提供 有幾個資訊 第一個就是 它播放了15個小時 那就是說 這個時間就是15個小時 那 Capacity 就是 代表Q的意思 就是700mAh 那 在這個播放的過程裏面 那個V就是3.6B 那我就想知道 那我就想知道 Estatement Power 是多少 好了 那有幾個方法可以做的 那第一個呢 我們可以先做了 Current 因為Current 就是 Charge 除回那個時間 那 所以就是 700mAh 除回15個小時 那你會見到 我呢 就不會把 單位變成秒 因為發現 700mAh 那H就沒有用過 15個小時 那就不用煩了 按一下 這個答案 就等於 0.0467 Current 那 Power 就等於 那個 VI 所以 就是 0.0467 再乘回3.6V 那 答案就是 0.168 答案就是 Boy 13年 DSE33條 哪一個是最接近1kW 那 就是告訴你 你 是需要猜到 它的Power 是多少 不是猜到 大約知道一知道 簡單來說 所有發熱 發動 的東西 通常都可以去到 1000W 例如冷氣機 例如 雪櫃 當然 微波爐就是個例子 所以B 這個就是微波爐的Watt數 好了 其他都讓你預備下 接下來是DSE考試 好了 發光的東西 會Watt數高一點 100W OK 這個就是 光管 好了 TVZ 就是96W 差不多 那 去到 風扇 風扇 動動的話 它是幾 10W 就已經可以了 所以答案 就會 這個是 8W 8W 答案就是Boy 2020年 DSE25條 題目 就說 Battery 它是110mAh Curven 是20mAh 現在是3.7mAh 你會發現 這條是翻炒 翻炒哪一條 直接翻炒 在我們分項目來說 Passive 是08年CE 第23條 一模一樣 好 我們回落 Q 就是1100mAh 電流 就是250mAh 現在的V 就是3.7mAh OK 那 時間 就是1小時 它給的資料 好像給了很多 但是我們真的不用用 因為 它現在只是問你 能量 能量 有幾個方法可以做 可以是P T P 等於V I 因為之前 我們這條 Passive 都已經說過了 我就不再再重複了 有需要的 就看回 這一年的Passive 乘回 10-3 再乘回 時間 1小時 1小時 就是3600秒 所以答案 就會是 A 好了 那你會問 為什麼我不可以用Q 1100來做 因為 題目定了 1小時 好了 我們看看 1小時 其實你可以用到 多少個 充電 就是 Q 等於 I 乘回 T 250 ma 乘回 你見不見到 它現在是 ma 即是說 原來一個小時 它只用到250 原來就用不到 1100 這麼多 所以為什麼 你就不可以 用1100去做 因為一個小時 裡面 它就用不完 1100 它只是用到 250mAh 就這樣 就這樣